在今年国外跟台湾呢 都吸食过大麻 也有持有少量的大麻之用 对着镜头承认吸毒 百万YouTuber就没发布影片 向观众道歉 影片一系登上发烧第一名 却被网友抓包 做了这件事 标题底下清初写着视频已获利 甚至还开启斗内功能 资讯栏内容也比照其他影片 不少网友在影片下留言 道歉不忘开盈利再赚一波 道歉是一回事 斗内继续赚 更有民众直呼 这个盗窃没诚意 观感会有差一点 就是会觉得说 既然都已经做错事 然后要盗窃 那为什么还要开收入 吸毒真一言烧 却有百万网红逆风相提 让不少网友气炸 发起退订潮 阿滴鱼竿chip都在名单里 现在很像风向喜人说 我听9man吸大麻 其实我在馆长直播 曾经酸了9man十分钟说 9man你不要再吸毒 不要再吸毒 吸毒是错的 那9man吸毒 要该去抓去关 抓去乐界罚钱 怎么样 我们都双手同意 但是依据朋友道义 今天9man出事 我不可能说 9man你就是个垃圾 不可能吧 当事人之一的chip 严正声明自己只是以朋友道义 希望9man好好面对 不是赞成吸毒 而网路上言论只是抹黑 断掌取义 韩国网红宋志亚 只是因为穿假名牌 就直接被韩国网友封杀 声势大碟 网路到服饰事业 全都毁于一旦 相比之下 台湾艺人网红吸毒被抓 却好似无伤大雅 连道歉都要再开盈利 赚一笔 三一圈中央有一个SNG小组 台北资本报导 另外一起网红杰